第151章 圣碑 深山 山洞之中 周元盘坐于岩石之上 双目微臂 先前吞入体内的那枚白色圆丹 已是落入了他的气腹之中 此时正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元气 最后被通天玄莽气恋化 周元能够感觉到气腹之中的元气 在不断地变得雄厚 此番应该到了突破的时候了 周元自语 然后他睁眼看了一眼山洞口处 那里被他用巨石遮掩住了 而且还刻画了一些 能够遮掩元气波动的原文 想来这足以保证他的安全 那肖天玄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定会率人搜山 不过这里山脉众多 而且还有着元文遮掩 量那肖天玄也找不到他 周元冷笑一声 也不再犹豫 再度闭目 凝定心神 关注着气腹 不断地催动着通天玄莽气 将那一缕缕精纯无比的元气 尽数地吞噬 而他周身涌动的元气波动 也是开始节节攀升 与此同时 在那深山中 肖天玄望着那茫茫山脉 也是面色铁青 他们搜寻了半天 却是毫无结果 那周元仿佛彻底消失了一般 混账 肖天玄全投嘎之作响 心中的暴怒 几乎气得他发狂 这些年来 他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戏耍 而且还是被一个氧气镜的废物 不用着急 他躲不了太久 一旁的古灵则是出声安抚 玄机他眸子中略过狠色 道 我们可以将周元得到 小天元术的消息散播出去 他只不过是氧气镜而已 我想 会有很多人对他感兴趣 肖天玄压制着怒气 双目微眯 最终点点头 道 好 敢抢我的东西 我就让他成为众矢之地 无法安宁 另外 我要发布悬赏令 只要杀了周元者 赏三百万元金 肖天玄露出猙獰的笑容 这连番动作下去 只要那周元敢现身 必然是麻烦不断 古灵也是微笑着点点头 他抬起美目 望向深处中 那周元以为当渔翁很好玩 却是不知 当他这个渔翁暴露后 却反而会为自身 引来巨大的麻烦 要怪就怪他自身实力不行 偏偏还要逞能 试图占据小天元树吧 望 而就在两人说话间 忽然他们察觉到 这天地间高空有着异动传来 当即皆是惊奇地抬起头 然后便是见到 在那摇摇的高空上 有着万丈光芒汇聚 最后隐隐 似乎是形成了一座巨大的石碑 那是什么 萧天玄金声道 那座石碑 似乎极为的遥远 但当他们肉眼看去的时候 却又能够清晰地看见 让人感到极为的神秘 古灵也是惊奇地望着 突然间出现在高空上的石碑 他仔细地看了两眼 道 石碑上似乎有字呢 萧天玄宁神看去 果然是看见了古老的字体 碑上留名者 方可入圣地 而在石碑顶部 还有四字 战绩显赫 萧天玄心头猛的一阵 眼神猛然间地 变得无比的炽热 道 圣地 我曾听我父亲说过 这圣祭之地中 存在着一片区域 名为圣地 而这圣祭之地中最大的机缘 就隐藏在圣地中 不过 以往圣地从未出现 怎么这一次 却是出现了 古灵也是震惊地捂住红唇 那悲伤留名者 是什么意思 怎么留名 古灵忍不住地道 萧天玄思索了一阵 缓缓地道 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就是那横批了 战绩显赫 古灵柳眉一昼 萧天玄点点头 道 这圣祭之地 乃是圣者之学所化 充满悬傲 如今这圣碑显化 应该能够感应 整个圣祭之地 所发生的情况 也就是说 只有被那圣碑评价 为战绩显赫 才有资格碑上有名 进入圣地 萧天玄身边 那数位胶子 也是一片眼热 那圣地中 有最大的造化 如果能够进入 其中将其得到 那他们以后 必然会一飞冲天 看来 我们得研究一下 如何才能够 算得上是战绩显赫了 萧天玄难难道 不过玄疾 他眼中便是有着 很辣之色浮现出来 不过 在这之前 先将那周园解决了 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遥不可及的高空上 那圣碑显化的同一时间 整个圣祭之地中 几乎所有的人 都是有所感应 抬起头来望着 高空上的圣碑 而石碑上的古老文字 也是被所有人看清楚 整个圣祭之地中 都是沸腾起来 无数胶子眼神炽热 他们都很清楚 进入那圣的代表着什么 那里 拥有着圣祭之地 最大的造化 于是 无数的胶子都开始思考 那所谓的战绩显赫 究竟应该显赫到什么程度 在圣祭之地一处 清澈的溪流旁 有着一位俊美无比的人影 正伸出如玉般的赤足 轻轻泡在冰凉的溪水中 美目微闭 似在享受 那般熟悉的模样 除了妖妖之外 还有何人 此时的她 倒是将青丝披散了下来 垂直纤细腰间 她享受了片刻 方才悠然地抬起翘脸 望着高空上的圣碑 战绩显赫 妖妖伸了一个懒妖 自言自语道 也不知道周园那家伙怎么样了 不会招惹了什么人 又被堵住了吧 玄机她轻轻摇头 道 先不管她了 我先做我的事吧 她长身而起 白衣圣雪 容颜俊美 当真是温润如玉般的美公子 不过此时 这位美公子 那泛着空灵与神秘般的美眸中 却是渐渐地有着某种含义凝聚出来 她那光洁眉心处 有着明亮的光芒浮现 一股强大无比的神魂波动 缓缓地释放出来 脚下的溪流 仿佛都是在此时变得安静 浪潮低幅下来 妖妖缓缓地转身 看向了不远处的天空 那里 有着一道赤红之气掠过天际 气势威严霸道 妖妖眸子冷冽地望着那道赤红之气 忽然伸出玉指 凌空轻轻一点 不 无形的神魂波动 猛然爆发而起 化为一道看似无形 但却极为狂暴的神魂冲击 对着那道赤红之气 轰击了过去 嗡 天空仿佛是震荡了一下 那道赤红之气 更是受到波及 直接是从天而降 最后落在了溪流不远处的 一座山头上 赤红之气缓缓地收敛 最后化为了一道 身穿金黄袍服的身影 那模样 赫然便是武皇 武皇面无表情 低下头来 看向了溪流边的妖妖 眼神微微一宁 缓缓地道 为何拦我 妖妖也是盯着武皇 眸子中的冷冽 足以冰冻溪流 你不是喜欢找麻烦吗 那现在 我也来找找你的麻烦吧 妖妖声音清澈 但却没什么波动 她想了想 再读到 同时也想知道 将你打败的话 算不算那战绩显赫 她声音落下 长袖轻抖 一道道卷轴 悬浮在了面前 惊人的元气波动 缓缓地散发出来 第152章 气冲天关 听说了吗 那个叫做周元的小子 竟然从萧天玄 他们手中 夺走了一道小天元术 不可能吧 那周元 不是采养气劲的实力吗 据说是趁萧天玄 他们与那四品元兽 两败俱伤的时候 那小子捡了个便宜 泽泽 那运气可真是好 那可是小天元术啊 嘿 如今萧天玄 悬赏300万元金抓捕他 现在那片地狱的山脉中 可去了不少人 都想抓住那小子 夺了小天元术 再去换悬赏 怀必其罪啊 这小子实力这么弱 竟还敢染指小天元术 真是自寻死路 我们也去试试 万一好运地遇见了 岂不是发了 嘿嘿 正有此意 那小子不过氧气净 若是遇见 应该能够轻易收拾 走走 一座山头上 萧天玄副手而立 他望着那漫天遍野 不断来回穿梭找寻的身影 眼中也是流露出 一抹森然之色 这个小子 还真是能躲 萧天玄寒声道 他按照古灵所说 将消息放了出去 果然是引了不少人 来搜寻周元的踪迹 不过声势虽然不小 但如今依旧未能 将周元给找出来 不用急 周元必定就在这片山脉中 在其身后 古灵安未到 他狭长的毛子 犹如毒蛇一般 盯着茫茫山林 道 现在 他就是落入网中的老鼠 只要我们不断地收网 他迟早会现出身来 到时候 以他那氧气净的实力 必死无疑 萧天玄点点头 然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似是要将被那周元 摘了桃子的怨堵之气 尽数地吐出来一般 他这些年来 顺风顺水 在凭借着圣祭城 少城主的身份 走到哪里 都是一片的恭维与顺从 然而他却没想到 现在竟然会被一个 氧气净的小子算计 这口气 他无论如何都忍不下去 好了 犯不着为了一个老鼠生气 那种人怎么能与你相别 如今的你 即便不计较自身身份 也已踏入天官境后期 而且还是其中的佼佼者 整个苍茫大陆年轻一辈中 除了那几个 屈直可数的人之外 谁能奈何得了你 古灵柔声道 萧天玄苦笑一声 之前为了对付那封雷兽 底牌丢了太多 不然的话 就算是遇见那些顶尖的家伙 我也不怕 如果再施展了那些底牌 能够成功猎杀那头封雷兽 他也不算亏 还能够打出名声 但可惜 而就在萧天玄与古灵说话间 他们忽然察觉到 远处的山脉中有着 骚动传来 当即对视一眼 眼中皆是有着喜色涌现出来 难道找到那个老鼠了 两人的身影 也是陡然抱舌而出 数分钟后便是落到了一棵巨树上方 他们望着前方 在那里的大山中 有着不少身影 而那些身影围绕的地方 隐约可见一个被巨石封堵的山洞 原来是使用原文 遮蔽了元气波动 怪不得找不到 萧天玄目光一扫 便是感应到了 那巨石后 有着细微的原文波动 当即冷笑一声 那只老鼠就躲在里面 打碎巨石 谁能将它抓出来 三百万元金就归谁 萧天玄冷声传遍山叶 不少人影眼睛都亮了起来 三百万元金 可绝对不是小数目了 嘿嘿 一只氧气静的小老鼠 竟然值这个价 我接了 当即就有着 此起彼伏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 石树道身影猛地暴射而出 雄魂元气宛如匹炼 重重地轰击在了山洞的巨石上 轰隆 整座山峰仿佛都是抖了抖 巨石直接是蹦碎开来 冲 石树道身影 在那碎石暴射间 就已是直接对着山洞中 击掠而尽 显然都是打算抢先出手 免得被别人得手 萧天璇望着那冲进山洞的石树道身影 也是弹幕的一笑 这些人都是天关静的实力 一起出手 让那周园也逃不掉了 哄 不过 就在萧天璇等着那些人 将周园拎出来时 忽然间 山洞之中 有着一股极端惊人的元气波动 犹如火山般的爆发开来 轰隆 那股元气波动 强悍霸道 连那山洞都是在军裂开来 砰砰 就在那道惊人的元气波动爆发时 所有人都是见到 先前气势汹汹 冲进山洞的石树道身影 直接是在此时 狼狈地倒飞了出去 他们滚落在地 犹如葫芦一般 撞得鼻青脸肿 怎么回事 萧天璇眼神也是一名 他 他突破到天关静了 那被轰飞的人群中 有着人骇然道 更多的人都是疑惑皱眉 就算那周园突破到天关静 也不过只是天关静初期而已 可先前那股元气波动 可不太像是天关静初期能有的 翁翁 而在很多人疑惑间 那山洞中的元气波动 越来越狂暴 震得山风颤抖 轰隆隆 元气波动 似乎是在疯狂地汇聚 最后某一个刹那 竟是直接洞穿了山壁 直冲天际 所有人都是在此时见到 一道约莫十数丈左右的 暗金色源气气柱 直冲而起 一丈丈的急速拔高 果然是要突破到天关静了 萧天玄寒声道 古灵冷哼一声道 气冲天关 以丈为良 我记得 你当初破开天关时 元气冲天多少丈 萧天玄淡淡地道 九十四丈而已 他言语平淡 但显然引有一份自傲 因为这个成绩 已经算是同辈中的佼佼者 古灵红润小嘴 也是浮现出笑意 道 正常人突破天关静时 元气冲天二十丈 而你这九十四丈 可谓是超越了绝大多数人 萧天玄叹了一口气 道 这算得了什么 我可是听说了 那武皇当初气冲天关时 元气浩荡 直冲天际 元气有两百三十八丈 古灵文言也是有些感叹 道 据说那武皇的气腹 可是金色气腹 所以能够达到这一步 并不奇怪 他眼珠一转 带着细血地望着前方山顶 一节节缓慢攀升的 暗金色元气 道 这个小子躲了这么久 以为突破到天关静 就能够逆转局面 我倒是想要看看 他能修成几丈元气 萧天玄也是暗自一笑 一时间倒也不急着出手了 他打算等那周圆完成突破 在其最为志得意满的时候 将其彻底地打落到谷底 甚至给他留下阴影 未来难以突破 他单手赋于身后 眼带完卫地望着前方 整个山野间 所有人的目光 也是汇聚于此 于是 在那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下 那自山洞中爆射 而出的暗金色元气 依旧是保持着平稳的速度 开始一丈一丈地攀升 第153章 以丈量气 嗡嗡 漫山遍野的目光 都是抬起望向天空 在那里 一道暗金色的元气气柱 直冲天际 并且在不断地攀升着 对于这一幕 在场的人都不陌生 因为他们在突破到天关境的时候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此为气冲天关 以丈为量 简单地说来 就是丈数越高 那就说明其元气更为的雄厚 而这个丈数 也有着各种原因 元气的品质 气负的品质等等 虽然并不是说 丈数越高的人 未来就会越强 但至少 在这一阶段 丈数越高的人 必然会领先一步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这也能够代表着一种底蕴 越是底蕴雄厚的人 气冲天关时 丈数方才能够越高 那小子 还真的突破到了天关境 不过现在是四十多丈 也算不错了 似乎还在涨 应该也快到极限了 而就在那诸多 窃窃思域声中 那暗金色的元气气柱 依旧是在不急不缓地攀爬着 十数息后 那些窃窃思域声开始消失 所有人的面色 都微微有点变了 因为那道暗金色的元气气柱 竟然不知不觉间 到了七十多丈 这个丈数 已经超越了在场的许多人 哼 倒是有点能耐 古灵翘脸微了 因为他当初达到天关境时 也只是七十多丈而已 眼下这个周园 竟然都比上他了 萧天玄没有说话 他只是紧紧地 盯着那暗金色的气柱 眼神变幻 隐隐地有点不安 因为他发现 到了现在 那暗金气柱依旧凝练 没有半点虚化的迹象 也就是说 周园恐怕 还有余力 而也的确正如他所料 接下来 那道暗金气柱 不仅攀升速度没有降低 反而是开始了加速 滑 漫山遍野 有着哗然声响起 那一道道目光中 都是充满着震惊 刷 暗金气柱生腾 又是实习后 那暗金色气柱 便是在萧天玄铁青的面色中 突破了九十丈 直接达到了一百丈 此处那众多面庞 都是在此时开始微微动容 百丈元气 这几乎能够 媲美那些顶尖胶子了 这个周园 竟然还有这种天赋与潜力 都百丈了 总该结束了吧 有人抹了一把冷汗 嘀咕道 不过 那暗金气柱 仿佛是听见了话语一般 就在突破到百丈的那一刻 速度猛然间开始暴涨 之前是一丈一丈的涨 现在直接十丈 甚至数十丈的突进 滑 滑 于是 漫天遍野 那金华生一波接一波 就没停歇过 萧天玄与古灵的面色 在此时越来越难看 一百三十丈 一百五十丈 两百丈 短短数十夕的时间 那道暗金气柱 便是达到了整整两百丈 所有的金华生 都是在此时安静了下来 脸庞全部都是难以置信 还没停 有着声音颤抖地响起来 那目光犹如是看待一个妖念 在这苍茫大陆上 气冲天观时 能够达到两百丈的人 简直屈直可数 而那些人 无疑不是名震苍茫大陆 在那一道道颤抖的目光中 暗金元气不断地攀爬 最后终于是渐渐地抵达极限 停在了484丈的高度 484丈 整个山林寂静无声 所有人的额头上 有着冷汗浮现出来 因为他们从未听说过 一个人在气冲天观时 竟然能够达到这种高度 那得多么雄厚的元气 才能够做到 要知道 就算是在场的一些 天观镜后期的高手 都不一定能够在此时做到 但周元 却偏偏是在刚刚突破到 天观镜时做到了 也就是说 只论元气雄厚程度的话 周元这个天观镜初期 恐怕不会比天观镜后期弱 那个周元 怎么可能办到的 漫天寂静中 萧天玄的面色 已是难看得有些扭曲了 他一直都未曾 将周元太放在眼中 只是当作一个捣乱的小老鼠 但眼下 他这种眼中的小老鼠 却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他 两人之间的天赋 潜力究竟有多大的差距 毕竟 面对着这484张的高度 就连武皇都得被压制下来 古灵也是银牙锦鸟 周元的得势 显然不是他愿意看见的 但即便如此 他的心头也是 微微颤抖 眼前这一幕 让得他知晓 周元的未来 必定不可限量 此人的天赋 不可小觑 此子 一定要杀了他 在古灵的身旁 肖天玄忽然淡漠地出声 只是那声音中浓烈的杀意 连古灵都是颤抖了一下 他转过头 肖天玄的面旁 依旧平静下来 但古灵看得很清楚 肖天玄的眼中 掠过了一抹巨色 玄疾巨色被狠蜡所取代 之前的肖天玄 只是将周元当作老鼠 但显然 现在的他 开始感觉到了威胁 而且 那种威胁 还非同一般 一个在天观境 能够达倒元气48440张的人 足以说明他的底蕴以及天赋 这种人 未来若是顺利的话 必定成就惊人 而这 对于他甚至对于圣祭城而言 都将会是巨大的威胁 既然恩怨已经结下 那就必须斩断干净 杀了周元 赏金500万元金 肖天玄英臣的声音 缓缓地响起 山野之中 那众多人影 眼睛都是涌起了贪婪 500万元金 那绝对不是小数目了 看来 肖天玄对周元的杀意 已经达到了极致 不过 虽然很多人心动了 但在场不乏一些机敏的人 他们在经过沉思后 竟是果断地退后 退出这片山林 显然是不再打算插手 肖天玄与周元之间的恩怨 之前的周元 不过是个氧气净的小杂鱼而已 所以他们丝毫不介意 顺手帮肖天玄除掉 但如今情况不一样了 周元突破到了天关境 而且展露出了极为恐怖的潜力 这一下子 就从杂鱼变成了巨精 这种人 如果真能够在这里杀了 那自然好说 可如果要他跑了 日后成长起来了 再来复仇 那必然是一场灾难 在场的这些人 都算是各方年轻一辈中 出类拔萃者 所以 蠢货肯定没多少 在衡量一下后 自然做出了取舍 肖天玄望着那些退后的人 脸庞微微抽了抽 玄机眼中杀意更深 这片山林中 还留下不少人 不过也都没有在鲁莽动手 而是选择警惕观望 而也就是在此时 忽然那山体之中 有着一道轻笑声响彻而起 笑声直冲而上 最后山顶崩裂 一道身影暴射而出 徐徐落下 他落于山顶 张开嘴巴猛的一息 顿时那高达484丈的 暗精元气呼啸而下 最后被那道身影 一口吞入腹中 轰轰 强悍的元气波动 开始自那道身影体内爆发出来 气势滚滚 连空气都是在震动着 一刨烈烈坐响间 那道年轻的身影转过身来 看向了肖天玄所在的位置 那张面庞 自然便是周圆 他盯着肖天玄 脸庞上浮现出 似笑非笑的神色 五百万元金 可真是大手笔 搞得我都想 把人头交给你了 他五指缓缓地握拢 声音顿了顿 不过 在此之前 我们间的账 应该先清算一下了 第154张 金色玄芒 山巅之上 周圆一跑鼓动 双眸泛着一丝冷意 摇摇地看向了肖天玄 这个家伙 不仅在那拍卖会中 无缘无故坑了他一笔 如今更是还以他做悬赏 给他找了不少的麻烦 这一笔笔账 如今也算是 到了算清楚的时候了 而对于周圆 那冷冽的目光 肖天玄却并不在意 反而脸庞上 有着一抹激讽浮现出来 淡淡地道 真是好大的口气 你还真以为 突破到了天关镜 有什么了不得的吗 这里的人 谁不是天关镜 而且 你元气四百多丈 又能如何 不管怎样 现在的你 只是天关镜初期而已 他目光看向了 此地诸多蠢蠢欲动的人 道 我先前的悬赏 依旧有效 谁能取了他的命 五百万元金 就归谁 此地还留下的这些人 显然都是冲着赏金而来 毕竟五百万元金 实在不是小数目 足以换成他们修炼 所需要的任何资源 于是 一些不怀好意的目光 便是开始投向周圆 正如肖天玄所说 周圆元气冲天四百多丈 的确非常的有震撼性 这足以说明他的底蕴 但不管如何 他现在只是天关镜初期 光是以元气成住 冲天四百多丈 在场的不少天关镜后期的高手 都能做到 所以 现在的周圆 只是天关镜初期罢了 这虽然比之前的氧气镜 提高了一个层次 但 对于在场的一些天关镜后期而言 似乎也没多大的变化 因此 由于没多久 便是有着 一名光头男子走了出来 他面容凶狠 眼中闪烁着凶残之色 他冲着周圆争鸣一笑 道 天才宰过不少 但像你这种 还是第一次 哄 雄魂的元气 自其体内爆发出来 此人赫然也是一位 踏入了天关镜后期的高手 碰 他身体微微下蹲 脚掌猛然一跺地面 地面均裂开来 而其身影 却是犹如一枚炮弹一般 直接对着周圆 暴射而去 中品悬圆术 铁魔头 那光头男子 爆合出声 只见的他竟是 以头作为武器 元气涌来 那光溜溜的脑袋 化为黑铁般的色彩 可怕的冲撞力 连空气都是被震爆 刚猛到了极点 这光头男子看似滑稽 但那凶悍程度 让得在场不少人 都是微微变色 周圆望着那爆声来的黑影 眼中也是略过一抹亚色 个人有个人擅长的攻势 眼前这人 显然最凶悍的武器 就是他那光溜溜的脑袋 若是未曾突破到天关镜 面对着这头锤 我倒还真是要小心一些 周圆但笑一声 他并没有躲避 只是五指缓缓地握拢 手背之上 有着细密的鳞片浮现出来 鳞片呈现金色 短短竖息 周圆的手掌 便是浮现了一层金色蛇鳞 那是玄莽鳞 只不过伴随着周圆 突破到天关镜 玄莽鳞也是有所进化 从那第一层的青色 化为了第二层的金色 而其微能 显然也是变得更强了 周圆握拢了拳头 猛地一步踏出 一拳 就对着那呼啸而来的黑色头锤 重重地轰在了一起 当 撞击的瞬间 有着嘹亮的金铁之声响彻 然后肉眼可见的元气冲击波爆发开来 周圆脚下的地面 都是崩裂开一道道裂纹 碰 不过 裂纹刚刚浮现 众人便是见到 伴随着周圆那一拳的麾下 那原本气势汹汹的光头男子 竟是直接一声惨叫 然后那身体 便是以更快的速度 倒飞了出去 碰碰 光头男子头破血流 身体倒飞进领海中 碰碰地撞断了无数巨数 最后缓缓地停下来 被一棵棵倒下来的大树遮掩下去 也不知道究竟是死是活 满场寂静 所有人都是正正地望着这一幕 然后吞了一口口水 谁都没想到 那光头男子 如此凶悍地一次头锤 结果却是被周圆 直接一拳给轰飞了 只是 那光头男子 可是倾尽全力的攻击 而且他本身还是天官进后期 先前那一状的威力 就算是同等级的天官进后期 都只能暂避锋芒 可 为何在周圆的面前 却是直接被一拳轰飞 那一道道目光 怪异地盯着周圆 显然 后者虽然刚刚突破到天官进 但其所拥有的力量 却是极为的惊人 在那众多震惊的目光中 周圆也是低头惊奇地盯着那 布满着金色蛇灵的拳头 先前那一拳的威力 同样是超出了他的意料 是这金色玄蟒灵的功效 周圆微微感应 便是明了过来 当即眼中掠过一抹惊叹之色 原来 这第二层的玄蟒灵 不仅能够形成防御 保护自身 而且 还能够增幅自身的力量 按照周圆的估计 这金色鳞片出现的地方 他那部位的力量 也会增加数成 周圆笑了笑 他看向那些 被他这一拳震慑住的众人 道 还有谁想要领赏金 想的话就赶紧吧 众人面面相去 最终苦笑着摇摇头 然后开始后退 周圆先前那一拳 已经表明了他的实力 就连天官进后期的光头男 都被他一拳轰得不知死活 他们的实力 顶多与光头男相仿 强行上去的话 恐怕结局 只会和光头男一模一样 所以 元清固然宝贵 但还是比不上各自的小命 眼前的局面 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插手的了 周圆瞧得那些人退开 也是满意地点点头 他也懒得和这些人计较 平白浪费力气 所以 他的目光转向了萧天玄 此时的后者 面色也是极为的难看 显然没想到 那光头男 不仅没对周圆造成半点伤害 反而还被对方杀鸡儆猴 震慑得其他人不敢再插手 萧天玄深吸一口气 阴沉的面色 开始渐渐地恢复面无表情 他盯着周圆 眼中有着浓浓的沙翼涌了出来 手掌缓缓握拢 那流淌着岩浆的火红长枪 便是出现在了其手中 强悍的元气波动 犹如风暴一般 自他的体内爆发出来 震荡着虚空 强大的压迫 笼罩开来 周围那众多目光看过来 都是蕴含敬尾 萧天玄的力量 比起寻常的天官境后期 显然强上了一个档次 萧天玄手中的长枪 缓缓地上移 遥遥地指向周园 弹幕的声音 在这山林间响起 原本还想少点麻烦 不过现在看来 倒是只能我自己亲自动手了 也好 省了五百万元金 山里间 那众多人影 皆是开始纷纷后退 但那目光 却是灼热地望着这边 这圣济城的少城主 终于是要真正出手了吗 第155章 周园天玄 山林间 萧天玄手池流淌着岩浆的长枪 枪间遥遥指向周园 元气在其上空滚动 犹如是形成了一片火红的云彩 其中有着炽热狂暴的波动 散发出来 萧天玄尚未出手 那等压迫感 就已然超越了之前 那光头男子 不愧是圣济城的少城主 山林间众多人影窃窃私语 萧天玄的实力无庸置疑 就算是在诸多骄子中 都算是佼佼者 如今的他 显然已是达到了 天官晋后期顶峰 比那些寻常的天官晋后期 显然强悍了许多 这一次 那周元怕是无法成威了 的确 两者相比 显然是萧天玄占据着优势 毕竟后者乃是天官晋后期顶峰 手持上品悬员兵 手段众多 怎么看 都是萧天玄胜算更大 哼 看这次谁还能够就得了你 那古灵也是眼眸冰寒 原本以为对付周元 只是手道擒来 结果如今的后者 反而越来越难缠 到最后 甚至要逼得萧天玄亲自动手 不过 也该到此为止了 古灵美目看向 仅剩的几位圣级队队员 冷声道 拦截住周元的退路 这次 绝不能再放他逃走 此时留下的几人 都是彻底地投向萧天玄 所以听到 古灵的话 也皆是点头 然后四射而开 隐隐地堵住了周元的所有退路 山头上的周元 神色平淡地 望着对方的举动 却并没有任何的在意 他的目光 只是锁定在萧天玄的身上 后者展现出来的实力 的确是远超寻常的天官晋后期 周元的眼中 有着炽热的战役 缓缓地升腾起来 未曾突破之前 面对着萧天玄这种级别的对手 他恐怕胜算真不一定有多少 但如今 却是不一样了 五形态 周元手中 天元比膨胀开来 雪白毫毛比肩合拢 仿佛雪白枪间一般 闪烁着森森寒芒 暗金色的元气 也是犹如风暴一般 缠绕在周元身体之外 周围地面上的碎石 都是被元气搅碎 化为粉末 萧天玄手掌握紧长枪 韩生道 我会让你知晓 你这四百丈元气 可不足以支撑 你在我面前如此嚣张 刷 当声音落下的那一瞬间 萧天玄的身影 陡然暴射而出 数个闪烁 便是出现在了周园前方 枪影抖动间 直接是化为无数道赤光 铺天盖地地笼罩下来 直指周园周身要害 这萧天玄一出手 便是灵力很辣 然而 面对着萧天玄的强势进攻 周园也是长笑一声 没有丝毫的畏惧 手中天玄笔一阵便是正面迎上 笔尖之上 缠绕着暗金光芒 犹如万朵繁星 当当 山巅之上 枪笔硬碰 爆发出金铁之声 火花剑射 而每一次的碰撞 都会有着元气连一波荡散发 震动着空气 短短不过十数息的时间 两人便是交手了数十回合 皆是下手很辣 没有丝毫的留情 当 枪笔碰触 两者皆是被震荡而开 周园手臂猛的一抖 天元笔笔尖猛地化为一道白色皮链暴射而出 以一种极为刁钻狠辣的角度 陡然刺向了萧天玄咽喉 不过 就在即将击中时 一道枪引刺来 直接将雪白毫毛震得偏移开来 周园神色冷冽 心念一动 只见得那雪白毫毛猛地分散开来 化为无数道雪白光线 犹如利刃一般 铺天盖地地笼罩下来 覆盖了萧天玄身体的每一处 好诡异的元兵 萧天玄也威领 周园这只黑笔元兵极为的诡异 那雪白毫毛 能够随时变化诸多形态 给他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不过 萧天玄也不是弱手 手中火魔枪一震 只见得有着赤红的岩浆生腾起来 直接是在他的面前 形成了一片岩浆盾牌 赤红滚烫 叮叮 无数雪白毫毛暴刺在岩浆上 发出清脆的声音 最后尽数地弹射而回 周园与萧天玄的身影 也是在同时间倒势而退 萧天玄面沉如水 手中火魔枪在地面上 划出长长的痕迹 而周园也是飘然而退 雪白毫毛飞速缩回 再度化为锋锐的笔尖 斜指地面 先前的交手 双方皆是狠辣 然而显然都被对方 给尽数揭了下来 满山关注着山顶的目光 都是在此时微微一宁 显然也都没想到 即便是面对着萧天玄 这种天观境后期顶峰的人 周园依旧能够不落下风 我还真是低估你了 天观境初期 就能够做到这一步 萧天玄眼目微锤 语气漠然 如果给你一些时间 恐怕就算是武皇 都不见得会有多大的优势了 你的潜力很可怕 现在 我倒是真有点相信了 周园眉头微挑 道 相信什么 萧天玄平静地道 相信你是那所谓的周家圣龙 就算是那武皇 也仅仅只是抢夺了你的气域 方才有今日的地步 周园不置可否的一笑 不过 萧天玄顿了顿 看向周园的眼神 变得极为的危险起来 也正因如此 我决定 还是在这里把你杀了最好 周园笑道 就怕你没这能耐 萧天玄淡淡地道 我知道你 得到了那卷小天元术 不过 我也知道 你还没有将它修成 周园双目微眯 小天元术的修炼条件 颇为的苛刻 这些天 你都躲在这里 突破到天观境 自然没有时间 也没有条件去达到 所以 你根本不可能将其修成 萧天玄语气平淡 但却充满着自信 周园缓缓地道 你倒的确是聪明 的确 正如萧天玄的猜测 那道名为大风雷的小天元术 周园虽然知晓了修炼之法 但却未曾修炼成功 萧天玄笑了笑 他的手掌缓缓地紧握住赤红长枪 那盯着周园的眼神 则是显得有些玩味起来 只是 可惜的是 你没有小天元术 但是 萧天玄周身的元气 在此时猛然间狂暴起来 犹如赤红的风暴 席卷在其周身 一股惊人的波动 自他的体内爆发出来 脚下的山峰 都是在此时震动起来 我却有 在那一道道震撼的目光中 萧天玄头顶上空 赤红元气呼啸而来 犹如是形成了一轮巨大的赤红光轮 震动之间 散发出来可怕的威能 望着那道赤轮 周园的双目 也是微微眯了起来 第156章 莽吞魔轮 熊熊 巨大的赤红光轮 悬浮于萧天玄的上空 散发出炽热而狂暴的波动 直接是令得下方的地面 都是枯裂开来 山林间 那一道道目光 带着丝丝骇然地望着这一幕 那 那竟然是一道小天元朔 萧天玄乃是圣祭成少成主 掌握着小天元朔 也并不奇怪 这萧天玄 底牌可真多 那周园要危险了 以萧天玄的实力 借助着小天元朔的力量 恐怕就算是那些顶尖的胶子 都得多一丝慎重 毕竟是小天元朔啊 足以改变局势 诸多的窃窃思雨声响起 那些看向周园的目光 倒是多了一点同情 后者突破到天关镜时 展露出了极强的底蕴 但可惜的是 他终归只是天关镜初期 这周园还是年轻气盛了 若是忍了今天这口气 回头将那小天元朔修炼而成 恐怕萧天玄就真的奈何 他不得了 有人暗叹道 古灵望着这一幕 翘脸上同样是有着光芒绽放出来 他目光转向周园的方向 脸颊上有着一抹嘲弄浮现出来 将萧天玄逼怒的后果 可不是你能够承受的 在那诸多同情的目光中 周园神色也是微微凝重 他望着萧天玄头顶上方 凝聚而成的巨大赤红光轮 其中散发出来的波动 极其的狂暴 此等威能 的确是远超上品玄元术 竟然掌握着小天元术 周园轻声自语 这萧天玄 得确算是一个劲敌 若是在未曾突破之前 恐怕他面对着对方这般攻势 恐怕还真是能够选择退避三射 但可惜 暗金色的元气 开始在此时 自周园的体内涌出来 不断地在起周身呼啸 最后渐渐地扩大 犹如一道暗金色的龙卷风暴 将它缠绕 惊人的波动 释放出来 连脚下的山峰都在颤抖 山林间那些目光察觉到这一幕 也是发出阵阵惊叹 这周园 还真是有点能耐 天关静初期而已 但元气的雄厚程度 简直不比天关静后期的人逊色 而且他的元气凝练无比 显然品质不低 难怪敢和萧天玄叫板 不过 即使如此 怕依旧不是萧天玄的对手 萧天玄头顶上方的赤红光轮 在微微地颤抖着 那是抵达极限的迹象 他眼神冰冷地望着周园 淡淡地道 何必再做这些无用之功 老老实实等死不就行了吗 他的手指缓缓地伸出 摇摇地指向了周园 漠然的声音 从其嘴中传出 小天元术 赤魔轮 巨大的赤红光轮四世 猛然抖动了一下 下一瞬间 光轮陡然消失 那是因为速度快的肉眼无法察觉 所有人都只能见到 前方的空气扭曲 隐约有着一抹赤光掠过 赤光掠过之地 下方的地面 都是不断地枯裂 面对着如此杀招 就算是那些天关静后期实力的人 都是头皮发麻 这就是小天元术的威能吗 如果换作他们的话 恐怕连逃都不了 便是会被瞬间秒杀 赤光掠过天际 在周元眼瞳中不断地放大 空气仿佛都是在点燃 发出了被灼烧的味道 呼 一团白气 自周元的嘴中被缓缓地吐出 他的双手合拢 隐隐间 似是有着低声 自他的嘴唇间悄然地传出 通天玄蟒气 玄蟒吞天术 就在周元声音落下的那一瞬 那缠绕在其周身的暗金色元气风暴 忽然迎风暴涨 只见的那风暴之中 仿佛是有着一头暗金色的巨蟒成形 玄蟒吞天术 当日周元便是凭借着此招 斩杀了那王朝天 只不过当时 他是借助着隐隐的力量 才能够施展出来 而如今 在踏入天观境后 他已是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 将其施展 不过显然 那暗金巨蟒略显虚幻 威力还不及当日 但眼前的萧天玄 同样也比不上王朝天那太出镜的实力 死 暗金元气所化的巨蟒嘶笑出声 直接是张开了巨大的蛇嘴 对着那暴射而来的一道赤轮 一口便是将其吞了进去 轰轰 赤轮被吞噬 那暗金巨蟒的体内 也是发出了低沉的爆炸声 不过很快便是渐渐地平息了下来 而此时 暗金巨蟒庞大的身躯 也是缩小了几圈 但那萧天玄 倾尽全力所施展的小天元术 显然也是在此时 被这样轻而易举地化解 怎么可能 无数道惊骇的声音 几乎是同时间地响了起来 那一双双眼珠子 更是凸了出来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竟然会是这种结果 萧天玄那道威力恐怖的小天元术 竟然连个水泡都没冒出来 就没了声息 这个周园 竟然是怎么办到的 萧天玄脸庞上的神情 也是在此时一点点的凝固 后方那古灵 更是一副见鬼般的模样 嘴中都能塞进一个鸭蛋 你这小天元术 似乎还没真正修成吧 威力弱了点 周园望着萧天玄那凝固的表情 但笑一声 他这玄蟒吞天术 如今他所能够掌握的最强元术 而且脱胎于通天玄蟒器 两者配合 威力更是惊人 之前那连太出镜的王朝天 都被声声地吞噬了 你这是什么元术 那萧天玄面色铁青 周园却是懒得再多理会 屈指一谈 那缩小了许多的暗金色巨蟒 陡然暴射而出 直指萧天玄 暗金巨蟒速度极快 一个闪现 便是出现在了萧天玄的前方 萧天玄的眼中 也终于是掠过一抹巨色 然后一咬牙 猛地暴退 与此同时 他掌心又是出现了一道玉佩 陡然捏碎 望 一圈光盾出现在了面前 显然又是一道护身元宝 轰轰 暗金巨蟒冲撞在光盾上 涟漪疯狂地扩散 萧天玄不断地狼狈后退 而面前的光盾 则是开始出现了裂纹 他的目光闪烁 最终眼中掠过一抹不甘之色 身形暴退至古灵身旁 一把抓住他的耗腕 刀 走 他手中出现了一道卷轴 猛地捏碎 顿时有着璀璨光芒爆发出来 将两人都是笼罩了进去 碰 不过此时 他手中的光盾 也是随之破裂 暗金巨蟒来不及是咬 但其嘴中 却是有着两道血红之气喷吐而出 直接侵入进了萧天玄 与古灵二人的身体之中 萧天玄两人脚下光芒愈发璀璨 显然是某种逃顿所用的原文 想走的话 那也要留点东西吧 周圆皱了皱眉 这萧天玄保命的手段 可真是不少 不过 想要就这样逃走 他可不同意 他冷笑一声 心念一动 只见得暗金巨蟒嘴中爆发出一道犀利 然后那萧天玄便是骇然地见到 腰间的乾坤囊静是飞了出去 被巨蟒一口吞掉 不过此时脚下的原文 已是彻底启动 光芒笼罩而来 刷的一声 两人的身影便是消失在了天空上 身影虽然消失 但那萧天玄气急败坏的咆哮声 还隐隐地传来 周圆 我不会放过你的 第157章 收获 双方的战斗 结束得出乎意料的快 山林间的众人 似乎还没反应过来时 那萧天玄与古林的身影已然消失 唯有着那气急败坏的嘶吼声 还残留在山间 众人渐渐地回过神来 望着那一片狼藉的战场 皆是不约而同地吞了口唾沫 谁能想到 那位圣祭城的少城主 竟然直接被打跑了 他可是天关静后期顶峰的实力 放眼苍茫大陆的年轻一辈 能够超越他的人 屈指可数 可今日 他却是败在了 刚刚突破到了天关静初期的周圆手中 而且 甚至就在当他施展出了 小天元术这种杀招后 依旧还是败在了周圆的手中 一道道看向周圆的目光 在此时渐渐地有些变化 其中少了一些审视 多了一些敬畏之意 满山寂静 谁都知晓 今日这一战之后 周圆恐怕将会明动圣计之地 而对于那满山的目光 周圆倒是并未理会 他伸手一招 按经元气呼啸而回 同时也是带回了一个乾坤囊 周圆握住乾坤囊 轻轻抛了抛 这个家伙 跑得真快 周圆轻轻摇了摇头 显然他还是低估了 萧天玄的底牌 这个家伙 浑身都是保命和逃命的宝贝 不过就算跑了 量你们也不会好受 周圆但笑一声 在那最后时刻 他将两道怨龙毒 侵入了萧天玄与古灵的体内 这两道毒气 会让得两人知晓 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因为那种感觉 周圆轻身体验了十多年 瞧瞧这家伙 还剩下些什么 周圆握住乾坤囊 按经元气涌动 在那乾坤囊囊口处 阴阴有着一道原文出现 抵御着外来的力量 不过这种抵御 对周圆并没有造成太大的阻碍 元气冲击了十数次 原文便是渐渐地暗淡 最后碎裂开来 周圆心念一动 便是将那乾坤囊中瞧得清楚 他手掌一握 首先出现的是八张金色的金卡 这是天金阁的元金卡 金色代表着每一张 都能够兑换一百万的元金 八张金色元金卡 就代表着八百万元金 真的是土豪 绕世周圆桥的这八张金色金卡 都是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 他离开大周时 周勤也不过只是 给了他五十万元金 然而这个萧天玄的乾坤囊中 却是直接携带着八百万元金卡 这绝对是一笔巨款了 不过这八百万 应该也是萧天玄的所有身家了 周圆笑了起来 就算萧天玄是圣祭城的少城主 但损失了八百万元金 也绝对算是刮骨割肉 欲见绿罗倒是有钱还他了 周圆又是检查了一下乾坤囊 其中好东西倒是不少 各种珍惜的元才 足以说明萧天玄的身家之丰厚 咦 这是引雷石 周圆手中忽然出现了一块幽黑的石头 石头斑驳 布满着孔洞 其中隐隐间 似乎是有着雷光浮现 他瞧得此物 眼中却是略过一抹惊喜之色 因为他如果要修炼那道大风雷的小天元术 就必须在雷暴天气之中 引风雷入体 形成某种痕迹 如此一来 最后修成的大风雷 才能够具备风雷之力 狂暴凶悍 而这引雷石 便是可以让得周圆顺利地引雷入体 加快修炼大风雷的效率 倒是有点意外收获 周圆收完乾坤囊 有点遗憾 里面没有那道名为赤魔伦的小天元术 不过想想便是释然 小天元术 对于圣纪诚而言都是宝贝 必然不可能让肖天玄随身携带 但此番的收获 已是不小了 收起乾坤囊 周圆目光看向那满山的人影 诞生到 都打完了 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等着找我领赏金呢 对于这些为了赏金钱来搜寻他的人 他自然也没什么好脸色 听到周圆此话 那满山的人影也是善善一笑 如果说是之前的周圆 恐怕他们还会怒斥出声 但眼下的周圆连肖天玄都打跑了 战斗力强悍的恐怖 他们自然不敢再招惹 于是 满山身影纷纷灰溜溜的退走 周圆没多理会他们 刚愈也是动身离开 准备找个地方 先将那大风雷修炼而成 不过 就在此时 他忽然有所感应 抬起头来 望向了位于无法触及的高空上的那座圣碑 此时 圣碑传来震动声 在圣碑震动时 几乎整个圣祭之地中的胶子 都是有所感应 当即抬头仰望 再然后 他们的面庞上 便是渐渐地出现了一抹震撼之色 圣碑上 光芒凝聚 碑面上第一次开始有着古老的文字 缓缓地出现 那是一个名字 圣碑上第一次出现的名字 那个名字叫做 周小妖 周小妖 战武皇 武皇退 短短九个字 却是在圣祭之地掀起了滔天大波 无数骄子目瞪口呆地望着圣碑 为那上面表露出来的信息感到震撼 武皇 他们自然知道 是谁 那是如今苍茫大陆年轻一辈最顶尖层次的人物 也是此次圣祭之地大造化 最用力的争夺者之一 然而如今 这圣碑上竟然说 武皇被人打退了 那个周小妖是谁 为何会拥有着如此恐怖的实力 而且 圣祭之地爆发了无数激烈的战斗 就连之前周元与萧天玄的那场大战 都未曾被圣碑记录 但唯有这场战斗被圣碑认可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场战斗的程度 已经达到了圣碑的认可 可想而知那是何等的激烈 山林间 周元也是目瞪口呆地望着圣碑 半晌后 忍不住地吸了一口凉气 别人不知道周小妖是谁 她当然知道 那就是妖妖啊 妖妖竟然遇见了武皇 而且还交手了吗 看这模样 妖妖似乎还打退了武皇 应该是取得了一些上风 周元挠了挠头 想起在那进入圣祭之地前 妖妖与她所说的话 她当时就说过 若是在圣祭之地遇见了武皇 就会向她先出手 没想到 她竟然还真的这么做了 周元心头流淌过一抹暖意 她知晓 以妖妖那种万事不关心的性子 会去专门找武皇的麻烦 很大的可能是因为她 连妖妖都背上流明了 看来我也得加把劲了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想要背上流明 恐怕得达到太出境的战斗 才能够算得上战绩显赫 周元心中略过诸多想法 最后不再犹豫 脚尖一点 暗精元气呼啸而出 仿佛是形成暗精云朵 她脚踏元气 冲天而起 是时候先将那大风雷修成 然后再去找妖妖 她们会合了 第158章 合作 圣迹之地 某处 武皇盘坐于山巅 她抬起头望着高空上的那座圣碑 面色没有波澜地盯着圣碑上的九个字 片刻后 方才喃喃自语 周小妖 这个人为何从未听过 她与周元又是什么关系 武皇眉头微皱 正如圣碑上所说 她与周小妖交过手了 而结局 是她落了一些下风 不得不退走 那一场战斗 极其地激烈 几乎算得上是武皇这些年来 最为艰难的战斗之一 对方明明没有元气 但神魂却是异常地强大 而且在原文造诣上极高 一道道原文 仿佛能够随手而成 威能莫测 虽然明知道对付这种人 只要近身就能够取得胜势 但武皇尝试了许多次 都无法靠近妖妖周身十丈范围 那连绵不断的原文卷轴 连武皇都是感到无比的棘手 而且 从妖妖的身上 武皇隐隐地察觉到一种 若有若无的危险气息 正是这种危险气息 让得武皇最终选择退走 而不是与妖妖死战 她的神魂极强 甚至有可能还有所保留 武皇缓缓地道 脸庞首次变得凝重了许多 她感觉 恐怕这个周小妖 会是她此次圣祭之地中 最大的阻碍 若是不除掉她 那就是个麻烦 武皇自言自语 忽然间 她双目微眯起来 淡淡地道 既然来了 那就现身吧 藏头鹿尾 与鼠背有何区别 她声音落下 然而四周依旧一片寂静 武皇眼中掠过一抹冷色 忽然无止紧握 猛地一拳 对着不远处的一个方向 轰了出去 轰 赤红元气呼啸而出 脚下的地面 都是融化开来 赤红元气直射某处 不过就在即将击中的时候 那虚空中 仿佛是波荡了一下 有着一只苍白修长的手掌 缓缓伸出来 那只手掌轻轻一旋 那呼啸而来的赤红元气 便是停在了她的掌心之前 幼黑色的元气 自那到苍白手中涌出来 与赤红元气碰撞 最后在一片痴痴声音中 将其尽数地侵蚀 化解 远来是客 何必如此不惊人情 有着沙哑的声音突然地响起 空气波荡间 一道黑袍人影 缓缓地出现在了前方 那是一名黑袍青年 他有着一对漆黑的双瞳 看上去犹如漩涡一般 令人心惊 你是谁 我可不记得 苍茫大陆上有你这好人物 武皇盯着这黑童青年 眉头微皱 后者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让得他危感忌惮 显然并不是寻常人 那黑袍青年似是笑了笑 道 东悬大陆 叶家 叶明 武皇眼瞳微微一缩 寒声道 东悬大陆的人 这圣祭之地 可是我苍茫大陆的大造化 你们东悬大陆的人 也敢前进来 看来你们是图谋不轨 想要谋夺苍茫大陆的造化 黑袍青年摇摇头 道 造化天生 非谁独有 唯有强者 才能匹配 若是我能夺得那份造化 自然说明 我比苍茫大陆的骄子 更有资格 武皇淡淡地道 我倒是要试试 你哪来的这份资格 他的身躯上 开始有着赤红的元气升腾起来 在其身后 形成了一轮赤红大日 身下的岩石 都是开始融化 武皇所修炼的元气 与那萧天玄有点类似 但显然 前者更为的霸道 黑袍青年摆了摆手 道 并非是要和你动手 而是打算和你合作 合作 武皇双目眯起 名为叶明的黑袍青年 声音沙哑地道 你与那周小妖的战斗 我看了 武皇心头威灵 她当时可没发现附近有人 看来这叶明相当诡异 你没发现我吧 哼 但那个周小妖发现了 所以 她并没有尽全力 她在防备我 叶明黑童中 漩涡流转 道 我倒是真没想到 你们苍茫大陆上 竟然会出现这种人物 叶明淡笑道 武皇面无表情 这个周小妖 据说与你那个死对手 周元关系极好 所以到了最后 她必然会对付你 叶明缓缓地道 此人是个大威胁 如果我们联手 必能斩出她 我觉得 这份合作 对你而言 也很重要 武皇眼神变得幽深起来 她的确是有些异动 因为那个周小妖太神秘 此人必定会是一个隐患 比李纯军他们威胁更大 至于和这些东悬大陆上的人合作 是否会引来苍茫大陆上的骄子的唾弃 那显然不是武皇所考虑的 因为在通往强者的道路上 她可以不择手段 周小妖虽然没有元气 但却非常神秘 就算我们联手能够胜过她 但也不见得能够将她除掉 武皇沉吟道 我们俩人不行 那再加四个呢 叶明微微一笑 道 而就在她声音落下的时候 武皇察觉到 四周有着元气波动爆发 再然后便是有着四道身影冲天气 落在了她的四方 那四道人影 也是极为的年轻 但他们 周身涌动的强大元气 却是让得武皇眼神威宁 这四人的实力 恐怕不会比见瞎子弱 看来 这东悬大陆的人 真是有备而来 所谓的 就是要夺取苍茫大陆的这份造化 武皇神色没有任何的波动 即便此时刚好处于五人的包围之中 但他却并没有任何的聚色 因为他若是要走 自然有走的手段 现在的话 应该可以了 武皇缓缓地道 这种阵容 堪称恐怖 就算那周小妖在神秘 一旦落入网中 也必然难逃 叶明轻笑一声 道 既然如此 那合作就暂时达成 不过 在此事之后 我们也有一件事要你帮忙 武皇平静地道 什么事 我这些队友 对你们苍茫大陆那些顶尖的胶子 很感兴趣 想要借他们 在那圣杯上留个名 武皇淡淡地道 我可以引路 不过那些家伙都不是善茬 到时候谁踩谁上位 可不一定 当然 你们两败俱伤最好 那就不劳你操心了 叶明摇摇头 旋即他看着武皇 笑道 你就不担心 到时候 我们东悬大陆独占凹头 你们这些苍茫大陆的胶子 颜面丢尽吗 武皇想了想 道 关我何事 叶明一正 旋即笑了起来 合作愉快 第159章 围剿 距离周远与萧天玄的大战 已经过去了七日的时间 这七日内 圣祭之地渐渐地热闹与沸腾起来 因为越来越多的造化出现 形成各种奇妙之地 若是闯入 则是能够获得极大的收获 这些天来 已经传出了一些好运者获得造化 脱胎换骨 原本只能算作一般的实力 却是一跃而上 成为了诸多胶子中的佼佼者 如此一来 更是让得无数胶子眼热 一时间 寻找造化之地 成为了所有人最梦寐以求的事 当然这之中 自然也爆发了诸多激烈的战斗 在这些战斗中 一些胶子从中脱颖而出 并且声名雀起 这其中 也就包括了打败萧天玄的周元 只是他们这些人 与夭夭一比 倒是显得不值一提 因为至今为止 那圣碑上面 依旧还只有夭夭一个人的名字 显然 想要得到那所谓的 显赫战绩的评价 并不容易 因此 所有人都是在埋头苦修 不断地猎杀诸多元兽 想要尽快地提升自身的实力 也好能够得到那战绩 显赫的评价 留名圣碑 而周元 也是如此 在不断猎杀着元兽 提升自身实力时 他也是在不断地 找寻着雷暴天气 因为只有在雷暴中 他才能够修成 那道名为大风霉的小天元树 而在他这种寻找下 最终也是找到了 合适的地方 轰隆隆 这是 一片荒芜的大地 群山耸立 山峰极高 直入云霄 而这些山栏上 不见任何树木 光秃秃地 看上去极为的荒凉 而在这片山峰之顶 常年有着雷云密布 轰隆隆的雷鸣声 不断地传出 响彻天地 周元立于一座 巍峨的大山上 大山的山顶 没入了雷云中 四周满是黑云 雷霆疯狂地 在其中闪烁 看上去让人心惊肉跳 不过周元 却是满脸的欣喜 只因这里 正是修炼大风霉 最好的地方 找了好多天 总算是找到了 周元赞叹一声 在这种地方 他定然能够将大风霉修成 而到时候 一旦修成了这道小天元树 他的战斗力 也会再度提升 他在山顶盘坐下来 心神渐渐地凝定 那响彻天地的雷鸣声 仿佛也是 在耳边淡淡地消逆 他的脑海中 有着一篇 复杂玄奥的口诀 缓缓地流淌 正是那大风霉的修炼之法 感悟风雷 溶于元气 汇聚印痕 许久后 周元的双目缓缓睁开 他手掌一握 只见得那颗引雷石 便是出现在了其手中 黑色的石头缓缓地生气 最后悬浮在了头顶上方 周元灌注元气 顿时那引雷石无数孔洞中 隐隐有着奇特的雷鸣声响起 轰轰 漫天的风雷 仿佛是在此时受到了某种吸引 一声巨响 便是有着 一道约莫持续左右的雷光呼啸而下 击打在了引雷石上 引雷石一阵颤抖 雷光却是被他吸收而尽 紧接着 再度从那无数孔洞中喷出 直接就轰在了周元的身体上 雷霆落在身上 顿时将周元打得颤抖起来 浑身的血肉都是沸腾起来 一股剧痛自身体表面散发出来 周元呲牙咧嘴 但却咬着牙支撑着 想要感悟风雷 在体内留下风雷硬痕 那就得经受风雷冲击 如此才能够让自身渐渐地适应 小天元术玄奥强大 远非玄元术可比 所以 其修炼方式也更为的奇异与艰难 好在游引雷石 能够不断地吸引风雷 不然的话 效率怕是要降低许多 周元自语了一声 然后便是摇摇头 并起杂念 轰轰 于是 在这山巅上 雷鸣开始不断地响彻 璀璨的雷光之中 隐约可见周元那不断颤抖的身影 圣祭之地 某处 森林之中 一身白衣的妖妖 斜坐在那树干上 一双长腿 在修身长裤的包裹下 显得极为的纤细笔直 他轻轻晃着腿 然后从乾坤囊中 取出一支玉杯 伸进树洞中 待玉杯再度取出时 只见得其中 竟然盛满了碧绿色的液体 一股浓郁的酒香散发出来 哼 没想到在这里 竟然会遇见这么好的东西 妖妖轻轻抿了一口 粉嫩的舌尖 轻轻舔了舔红唇 然后那绝美如玉般的脸颊上 便是露出一抹满意的笑颜 叽叽 在那一旁的大树下 有着一群猿猴 在愤怒地嘶笑着 但又不敢靠近 只能急得抓耳挠腮 叽叽叫个不停 我就喝一点 听到这些猿猴的叫声 摇摇歪着头 看向他们 微微一笑 不过你们若是 在打扰我的话 就干掉你们哦 吵杂的奸笑声 瞬间安静下来 那些猿猴浑身汗毛 都是倒竖起来 抱在一起瑟瑟发抖 因为在这一刻 他们感觉到 眼前这个人类好可怕 真怪 妖妖擒手微点 扬起雪白修长的脖梗 将那玉杯中的酒叶 一饮而尽 他随手将玉杯丢开 空灵而清澈的毛子中 有着点点寒意凝聚起来 他淡淡地道 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 在那前方 一道赤光落了下来 正是武皇 他脚踩着树叶 身形却是纹丝不动 他盯着妖妖 缓缓地道 你与那周园是什么关系 若是你在我与他之间 选择两不相帮的话 今日我可以离去 妖妖欲手中出现了一柄折扇 轻轻地拍打着掌心 他微微偏头 看向那武皇 诞生道 我对小偷可没什么好感 你说什么 武皇眼神一寒 有着惊人的气势 自其体内散发出来 妖妖折扇抵着尖翘的下巴 懒洋洋的道 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不是偷 是什么 看来你真是活腻了 武皇眼中 仿佛是有着火焰涌起来 他冰冷的声音中 充满着森然的杀意 这才没几天时间 看来你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了 妖妖那光洁的眉心 有着神魂光芒闪烁 一股强大的神魂波动 散发开来 真是好强大的神魂 身灵间 突然有着一道沙哑的声音响起 只见得在妖妖后方不远处 一道黑衣人影缓缓地走了出来 赫然是那叶明 上次暗中窥视的人 就是你吧 妖妖偏头 看了叶明一眼 淡淡地道 没想到你们两人 竟然搅到一起去了 叶明轻叹一声 道 年轻一辈中 我就没见过 比你神魂更强的人 所以 为了稳妥起见 我觉得 你不应该继续出现在圣祭之地 你会成为我们最大的阻碍 妖妖也是在那树干上站了起来 身材修长地有些霸道 她声音平静地道 你们两人联手的确很强 但不一定能够留下我 叶明轻笑着点点头 道 那么 现在呢 她伸出手掌 轻轻一拍 哄 四道强大的元气波动 猛然在森林中爆发 周围一片片的树木 被横扫折断 他们形成了阵形 妖妖地将妖妖所在的地方 围困了起来 妖妖看了一眼那四个方向 这一次 她的柳眉 忠实微微地猝了起来 对方竟然出动了这种阵容来对付她 倒真是要有点麻烦了呢 第160章 周小腰伤 轰隆隆 黑色的雷云 喷吐着如鹰蛇般的雷霆 那一道道雷霆呼啸而下 最后轰击在了一颗黑色的引雷石上 释放出风雷之力 倾泻在了下方盘坐的周园身上 而每当那风雷之力落下时 周园的身体 就会经不住地颤抖 虽然那种剧痛已经麻木 但身体依旧会不自觉地做出反应 周园的眼目紧闭 她没有理会身体的剧痛 在这足足数天的修炼间 她已是渐渐适应了雷霆的皮打 而此时 她全神关注着体内 在那涌动着雄魂元气的血色气腐中 隐隐地出现了细微的雷光 这些雷光外 还缠绕着风声 雷光与风声闪烁 彼此汇聚 时不时地吸收一缕元气 渐渐地 似乎是化为了一道极为玄妙的痕迹 那道痕迹 似雷似风 宛如天成 极为地晦涩深奥 这道痕迹 被称为树痕 经由特殊的修炼之法 修炼出来的痕迹 一旦树痕修成 便会烙印在自身弃腹中 这就犹如一颗种子一般 日后要施展的话 以元气催动 彼此融合 便是能够成功地施展出来 不过小天元术的树痕 显然要简单一些 据说那些真正的天元术 树痕的凝聚极为的困难 那对于自身的天赋 悟性 都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 据说那些大能 修行众多 弃腹内树很宛如繁星 种种强大元术信手拈来 而在这些大能陨落后 树痕也有可能依靠其意志 而留存下来 就如同如今圣迹之地中 那些存在于元寿体内的元术一般 而眼下周园凝聚出来的 这道大风雷 树痕 也只是初步形成 想要真正圆满 还得需要自身不断地与风雷接触 感悟其中的力量 哄 周园紧闭的双目 在此时猛地睁开 眼瞳中似有雷光掠过 他双掌上下轻叠 犹如环抱日月 气腹内的树痕震动起来 吃了 有着雷光浮现 只见得周园的掌心间 雷光闪烁 出使犹如一颗光点 最后在元气的灌柱下 陡然膨胀开来 直接是化为了一颗 持续左右的青黑雷球 雷球上面 有着狂暴无比的波动 散发出来 周园手掌一甩 青黑雷球暴射而出 速度快的惊人 一闪之下 便是出现了百丈之外 然后轰在了一座山头上 轰隆 整个山头都是在此时崩裂 巨石滚落 破坏力惊人 不愧是小天元朔 周园望着这种破坏力 也是忍不住的一惊 先前他只是随手施展 并未全力 但那所造成的破坏力 已经比他全力施展 龙背手还要强了 周园的脸庞上 有着喜色浮现出来 这大风雷的确没让他失望 也不枉他这些天被雷劈 这大风雷修成 我的战斗力 又有所提升 周园自语 如今的他 就算是遇见了那些顶尖骄子 应该也有了一战的资本 问 而就在周园自语时 他忽然察觉到 高空上的圣杯有所震动 当即抬起头来 然后便是见到 在那圣杯上 有着光芒凝聚 见到这一幕 周园眼神顿时一凝 当圣杯出现这种动静时 那就代表着 圣杯上又有变化了 这次是谁杯上流明了 周园的注视下 圣杯上光芒掠过 渐渐地有着古老的文字出现 武皇 东悬大陆 叶鸣 首先出现的两行字 直接是让的周园愣了下来 武皇他倒是熟悉 但那叶鸣是谁 东悬大陆 这人竟然不是他们 操茫大陆的人 那他怎么会进入圣迹之地的 周园皱了皱眉 不过下一刻 当他在看见了 这两个名字之后的文字时 面色瞬间聚变 森然的杀意 猛的字眼中涌了出来 武皇 叶鸣 联手站周小妖 周小妖 伤 哄 狂暴的元气 猛然间自周园的体内爆发开来 周园的面庞 直接是在此时 变得猙獰起来 武皇 我要你死 充满着杀意的低吼声 在山顶上响彻起来 竟是盖过了漫天雷鸣声 狂暴的元气 一波波地涌动着 许久后方才 渐渐地平息下来 周园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死死地盯着武皇的名字 显然 武皇第一次与妖妖交手落入了下风 但之后 他却与那个来自东悬大陆的叶鸣联手 而能够被武皇认同 显然这个叶鸣的实力 也是深不可测 面对着这两位顶尖的骄子 妖妖虽然神魂强大 但他也有着短板 那就是没有元气 自身孱弱 一旦被禁身 很有可能会受伤 妖妖受伤了 不行 我得立刻找到他 周园面色铁青 直接跃下了山峰 身形落到半空时 元气在其脚下形成暗金色的气团 他脚踩元气 陡然冲天而起 他答应过藏原师傅 要保护妖妖 然而如今 妖妖却是受伤了 万一他出现什么意外 恐怕周园会自责一辈子 周园的眼中 杀意澎湃 武皇 这圣祭之地 就是你埋谷的地方 在周园看见圣碑的时候 与此同时 整个圣祭之地中 那诸多的骄子 也是瞧见了 那登上圣碑的两个名字 当即又是爆发出滔天的哗然声 武皇果然也背上流明了 不过那叶明是什么东西 该死 竟然是东悬大陆的人 圣祭之地 是我们苍茫大陆的造化 这些东悬大陆的人 怎么混进来的 他们难道想要来 抢夺我们苍茫大陆的造化 武皇真是无耻 竟然与东悬大陆的人 联手对付周小妖 哼 原本还以为这武皇是个人物 没想到也是如此的不择手段 丝毫颜面不要 打不过别人 还要联手外人出手 的确厚颜无耻 若是被我遇见 定要吐他一脸口水 哗然响彻在圣祭之地的每一个角落 所有人都被圣碑上显露的信息震撼到了 当然 最让得他们义愤填膺的 还是那个叫做 来自东悬大陆的叶明 这是否是说 圣祭之地中 已经潜入了东悬大陆的胶子 他们的目的 显然就是来夺取他们苍茫大陆的造化 看来这一次 这圣祭之地中的水 非常的深